众所周知 2021年可以堪称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开端 在这一年里 疫情肆虐 美国放水 原油下跌 防企倒闭 暴雨洪水 台风来袭 可以说 每一件事情都是牵扯着 亿万老百姓的利益 慢慢的 你或许会发现 穷人越来越穷 富人越来越富 而且自然也是越来越难挣 今天我们就来从老百姓的角度看一看 中国将面临的三大困局 以及老百姓会遇到的问题 和老百姓该如何躲避这些问题 新来的朋友不妨动动您发财的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点赞加关注 永远不迷路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经济的快速发展 民众的经济水平也能跟着提高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国民工资难有超过千块的 但是现在月薪过万的人比比皆是 但是奇怪的是 虽然现在我们的工资越来越高 可花销也是越来越大 以至于社会上很多人都在抱怨说钱难赚 确实 现在很多人的工资只够自己的日常开销 想要存钱简直是难上加难 收入的提高之后 大家本来应该是感到无比幸福才对 但现在大多数人却感觉到生活越来越难了 压力越来越大了 幸福感并不是很强烈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我们在消费的增长速度上 陷入了困境 从前中国人都喜欢存钱 大家都常说 只要老百姓手里有钱 心里就不会慌 几乎每个人都在银行里面放着自己的流动资产 不但能保证自己不随手乱花 还有利息可拿 能用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多的存款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人储蓄的习惯悄悄开始变了 不但没有钱可以存 而且开始不断地向银行进行贷款 尤其是年轻人 现在中国的新一代 已经不再根据自己的工资收入 去衡量自己的消费行为 而是习惯了提前消费 不断地通过各种信用卡以及蚂蚁花呗 蚂蚁借呗等借款专用工具进行透支消费 不像70后80后这一代人 除了住房贷款以外 别的借款的方式都很少 90后可以借款消费的方式越来越多 这种现象这体现了人民消费观的变化 但是更重要的是 也体现了我们的居民 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存了 看起来年轻人是在月光疯狂消费 才导致了他们手里没有钱 但是其实我国消费增长速度在不断放缓 7月份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了8.5% 远低于市场预期值的11.6% 也就是说 现在中国人手里没钱 并不是因为我们都花出去了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钱可以存了呢 实际上 现在很多中国人不仅没法存钱 还在不断地负债 根据最新的中国居民负债率统计 截止到2020年上半年 中国住户部门总债务余额为 58.9万亿元 居民负债率将近达到59% 截止到2020年年底 我国住户部门债务余额超过55万亿元 如果平均到每一个中国人头上 人均负债将达到4万 中国居民的负债率 在新的一年又创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之所以中国人的负债率会这么高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现在的房子实在太贵了 中国的房价一直以来都维持在高水平 而且上涨趋势明显 本着买涨不买跌的原则 越来越多的人想抓紧买上房子 但其中有绝大部分家庭的购买能力 往往不足以支撑他们全款买一套房子 这也导致了贷款买房 成为我们中国大部分人群主要方式 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家庭的债务结构相对简单 主要是银行贷款 其中住房贷款占家庭总债务的75.9% 同时 中国目前有36%的家庭 他们所有的家庭收入都用来还房贷 近一半以上的家庭 他们70%的家庭收入都用来还房贷 也就是说现在我国已经有数亿房奴了 这也就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穷人越来越多 老百姓都因为买房而负债累累 老手里没有钱 即使他们有钱也要去还房贷 那这样哪里还有钱来消费呢 再说 现在疫情对在大环境 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 引发了金融市场的较大波动 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在增加 在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人们也不敢会更加谨慎地选择投资 并减少投资规模 所以未来消费不及预期的现象 还将会持续存在 这会是中国未来需要应对的困局之一 也是我们老百姓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第二个困局 就是我们的出口额未来有下降的趋势 虽然说2021年上半年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18.07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1% 自2020年6月份起连续第13个月 实现同比正增长 但是在这高增长基数的影响下 未来出口整体增幅可能会缩小 其次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逐步复苏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后 其他国家对我们国家产品的需求 也会逐步收缩 这也会给我国出口 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再者随着很多外资企撤离中国市场 向李嘉诚 郭台铭纷纷把工厂迁到了越南和印度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国中低端产业链 也有被东南亚取代的风险 还有一点就是疫情的影响 近年来 互联网电商迅速发展 人民的日常消费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空间上的约束 然而 以服务消费为代表的线下销售 仍然占据不小的比例 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疫情对于线下消费的影响 和对消费信心的打击 导致在短时间内 国内的消费需求明显下滑 同时 疫情期间 部分国家严格控制国际人员的流动 和商品的进出口 国内企业生产规模也有所缩减 导致我国企业出口额减少 出口减少了 投资当然也不会多 中国面临的第三个困局 就是投资的问题 今年1到7月份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同比增长了10.3% 比预期值11.4% 有所下降 其中制造业投资 同比增长17.3% 但是恢复速度有所减缓 7月份同比6月份 下降了3.4% 那制造业的投资放缓 主要是受到了成本端的压力 以及需求端不确定性的影响 所导致的结果 房地产投资 虽然说在前7个月当中 销售量有所增长 但是由于受到当前政策的影响 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就同比前几个月有所减少 未来仍不容乐观 基建投资在1到7月份 同比增长4.6% 两年平均增长了0.9% 相比较1到6月份 回落了1.5个百分点 7月份基建投资更是两年 平均同比负增长1.6% 那么这会带给我们普通老百姓 什么问题呢? 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我们国家企业的东西 没有那么好卖了 赚的钱也就少了 同时企业也不会再扩大规模 就业岗位也会随之减少 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说 就业现在已经是一个形势严峻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因为 出口额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也是因为机械化的推荐 李开复说 将来10年50%的人 就业问题会变得非常困难 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和人工智能的应用 会导致很多工种被机器所替代 未来人工智能 一定会涉及到我们身边的 衣食住行各行各业当中 比方说以前去银行办卡 都要人工才能办理 而现在 人工智能机器就能快速自动处理完毕 省时省力又高效 这样就导致原先在这个岗位的人 大量减少了 因此 原先从事这些工作的人 就需要重新寻找工作机会 工作竞争压力会因此变得非常激烈 面对这些难题 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最实在的一点 一定不要超前消费 就是我们不要手里有10元 想着花100元 更何况你自己本身就没有多少积蓄的话 就更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在目前大环境的影响下 我们大手大脚去乱花钱 如果经济不景气 我们还钱的时候 代价会非常大 并且偿还的时间也会被拉长 再者一点就是不要乱投资 今天还在涨的股价 明天可能就跌了 一定要记住 没有把握的事情一定不要去做 盲目地去投资 最后可能就是 为别人带来了就业的机会 自己最后全盘皆输 当然 一些低风险的投资 还是可以做的 比如我们国家银行的理财项目 总的来说 全球经济动态变数在提高 要学会控制风险 要学会储备现金 要学会发展副业 除此之外 我们还得直面就业市场 形势严峻的问题 目前的就业环境 没有谁在被动失业后 能够立刻找到工作 基础的岗位太拥挤 中间的岗位有梯队 高管的岗位难匹配 因此我们需要沉淀下来 花时间重新择业 重新审视自己 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 无论是找工作 换工作还是自己创业 都要要提前做好市场调研 不要因为急躁 一团乱麻 并且积极学习 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最起码不要和就业环境脱节 如果暂时找不到工作 不如干脆沉淀下来 用心学习 俗话说 树挪死人挪活 保持学习是目前这个 快速变化的时代中 最好的礼物 只要用心去提升自己 总有一天会有好的机会 如果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 我们一定要放下焦虑不安 锻炼身体 精气神是紧密相连的 很多人失业之后 郁郁寡欢 整天吃不好睡不好 这不但没有解决本质的问题 还让自己的身体受不了 不如积极地锻炼身体 放下焦虑不安 去寻找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 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不断增大 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友好的态度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我国合作 形成了友好的两国关系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在逐步提升 但是 客观地说 以上提到的三种情况 是中国当下面临的困局 需要我们认真面对的 在未来几年 有些人的日子可能会很艰难 大家觉得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能应对这种情况呢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您的想法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